AQ 哎 死了 触发香味 先拉开 闪个闪 狮子还没调 这把什么段位 大狮 喝个药 啊 我还想回来救他 我怎么也死了 别乱搞啊兄弟 拿那个医学子虎了呀 完了 OK 亏损最大化了 我也是有点忍耻 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我走了就行了呀 没事 开局我们先被刺自己一下 从粉魔杀有半分钟 想要通款福利打号 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出奖 下的黑铁上的大师 忠实一下 都可以参与兄弟们 小电视一毛卡牌子 顺便出个打号 问题不大 这把看我发挥 主播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 你知道吧 不死的队友死 没事没事 反正人头一直给炎缺 给中单的话 我这也能应付 问题不大 主播上局都没救人 这局为什么要救人 因为打的高分段呢 第一分段不救人是因为你不知道你配合他 你去放弃你的发育去保他 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反馈 懂吧 你高分段的话该配合得配合 我就问你 上一把他们青铜白银 你去了 结果你说青铜白银配合不了 你去送了 你把你的命 你把你的兵线亏了去帮他 结果他来一波神奇操作 你说我很后悔 对吧 然后最最终就去 最终就说下一把了 这把不是高分段吗 小小相信一手 出发香味 加速拉罕 很多那种 你先相信了他一下 结果说这个分段我不应该去帮他的 说完这句话 这把就给了 没有后悔药啊兄弟们 3 再阻挟太多了 3 5 速挖相位 走位加速扭差W 为什么打炎确要带相位呢 因为只要你的移速比他快 他就玩不了 他2-0开局对吧 还有两个助攻 他开局四个参团 问题不大 这已经是拉满的 这把看我怎么制弹他 个人认为炎确虽然一技能可以counter我们的Q技能 但是咱们带的符文可以反制他 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闪 他如果没闪他一定死了 话说他一级交闪了没 他就会有温暖的 他在一中一阶里的尸体 是不可爱了 他也有了 对 有一体 就爱你 还带着 是不可爱 我 在这 側面先拉扯一下 别别别我没蓝了 队伍为什么这么玩啊 乱玩是吧队伍 这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躲狼吗 走位 走位 没办法 阎阙比我位置 我没办法了 交个闪就走 闪现第一时间可以捏一下 但我们反正要快 最终 直接走 这位不兑现了 这个这位中奖观众是钻石大师的 他说他是大师 所以回顾没打第二刀断尾 所以排的都是大师 这个什么情况 瑞文这个是打法呢 还是怎么呢 打法还是狼啊 兄弟们 这凌晨 一到凌晨打高分段 赛节目 怪怪的 他们活不长了 enemy killing spree 哎 你怎么办 你的愚冢对我来说 毫无意义 打法是吧 OK 这不潘射没来 我帮他把线 吃后排 炮事不要 有一下毒量 咱们 要讲究 人头拿了 兵就不要多抢 你这 什么东西啊 是 走啊 他们现在去送了 我现在去了也没有蓝 所以我们这狂吃剧城就是 啊 点蓝还得拿头 啊 哇哦 中奖 好爽 点蓝拿个500 QT拿个300 里外里赚800 再吃个肚子啊 我再吃两波线啊 我再杀个炎雀啊 哇哦 大哥不杀了不杀了 梦醒了梦醒了兄弟 别别别 这个经验 这个经验不能弄 等级真的很重要啊 我们身为一个中单单人线 你对经验来说 你对这个等级一定要 有一个概念 没有等级领先玩不了 无处可藏 无处可藏 OK K头兄弟 你想玩刺客你不会想拿助攻吧 你要主拿助攻的话我劝你不要玩 助攻是刺客的耻辱 不会收割的刺客不是一个好刺客 咱们是C位啊 你要想拿助攻你为什么不去玩辅助呢 辅助派克他都得抢人头 再给你们这些主持主言的机会 主播这是什么啊兄弟们 绝对的好刺客啊 太有刺客之魂了 猫打的我是不是啊 躲一下 猫打的我 送他 nice 哎 绝对是不是敲闪了 卧槽 主播 0机动 猫打的我 我赶紧用Q键躲掉他的一个炎雀的Q然后直接送他 让猫拿人头 天才 我刚才有赌的成分 你们知道吧 好歹是个700块 你看我们这赢在思路上 就这波思路 满分10分拿几分 对面 对面 瑞尤还交个闪 OK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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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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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一下 走位 走位 OK 進河道 走位 擦我來全走 通通走掉 通通接上 真眼在下河道 位子挺好 他就買藥吧 來大招 這老鼠9個人頭 他裝備比我好兄弟 我才7個 現在先讓他裝一下 假裝我害怕他 兄弟我在等大招 你在等什麼 你是你又怎麼了 我找的就是你 你還裝上了 這波假裝不殺讓他自信了兄弟們 我在等大招 你在等什麼 我如果沒看錯他的動作的話 我跟他走出去一點 他是我 這句話說完要越我吧 我在等大招啊 哥 先讓子彈飛一會兒 裝作不想殺他 很害怕他 大招一好直接追翻兩座牆就到了 你要是沒打招的時候一直追他 他反而不會去追你 你知道吧 他反而會一直跑 人就這樣的 你打得凶他就打得慫 你打得慫他就打得凶 人就打不成功 第二件装备需要出鞋子的时候就出伤害装,需要出CD鞋的时候就出夜之烘热 反之都是一样的道理 需要出夜之烘热就出CD鞋 不需要夜之烘热的 反正你们自己搞清楚啊,我这是鞭塔我有点乱 W挂上QRAT走 就大概的第二件不能有两件防装 就比如他们现在 你看 炎雀对吧,他控制我B接的 我出了水晶鞋我就不能夜之烘热了,第二件,第三件可以 为什么,因为第三件你已经CD已经足够了,我现在两件套 幽梦加弓远弧 我大招已经53秒 技能技术50 已经足够了 如果第二件都是黄装,你大招100多秒 我现在十个人头 拿着优势在混 我现在的事啊,是拿着优势在C 装装不能太保守 我现在的事啊 你大招100多秒 我现在的事啊 別回頭了兄弟,我也比較難保 主要就是難刀,沒打刀就是拉緊你知道吧,我那沒打的話 大刀太久也不行 大刀CD太久 咱們一直被追著跑,拿著優勢也不行 第三劍的話就沒事了,因為第三劍已經到了中期了 一般的關鍵節奏點就是15分鐘左右 這個起點你打好了,後面的大龍各方面全都有 我們這邊是不是送很多啊,為什麼瑞文還是兩件他 那我傻 當我傻 我想想我总结一个就比较容易懂的 15到20分钟是你两件套的时间 在你关键要起节奏的时候 你出了两件防装 把你节奏断了 就脱节奏了你知道吧 因为大招太久了 好第三件第四件就可以出夜中的 两水灵鞋都可以了 因为关键时刻已经结束了 后面就是打团 打大龙 打小龙 打节奏已经起完了 这要是在我们该发力的时候 全是防装 一点技能都没有 那就玩不了 你看我现在的装备就对位了 主播能不能一个防装都不出 那玩不了啊 一个防装都不出你不等死了吗 一个防装都不出有一个可能性 就你K了所有的人被对面操作了一波 你就送回去了 那你不足不拿优势 这样是在给队友增加压力 因为你拿了很多人头 你的发育很好 但你的队友发育很差 对面拿了你一个大人头 对面的装备都压制你队友了 你可能就持平 队友是烈士 量我人头是一千 越是风刃和雪莉仙应该能保我一命 先杀暴力 我看他没有秒表 注意进场时机 我们试个刺客 刚才不能躲在这里 因为这里虽然有个真眼 但暴女随时会一直放W看我视野 在上之前不要被暴露 暴露 你我们下场 别让他们拆 记录 清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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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拉开回头一个W减输 这时候爆你是没闪的,我记得上一波我杀他的时候,他交了个死亡闪 这个龙Buff我回成了一关,有点小时候,来个赛瑞尔兰 我一触发香味W接上加速一个平A挂伤,可惜我也要 定弹Q,我也被他的技能给挡住,一个平A挂伤,一个平A挂伤,一个W挂伤 往前挂一下,往前一个W挂伤,往前一个翻墙,往前一个翻墙挂伤,往前一个翻墙 又回来一个W挂伤 假的往那边跑,突然往这边跑 瑞文去那边包我了,然后我们往这边跑 就是一个拉扯,视野上的一个视野差,你知道吧 在他们看得到我的时候往那边跑,视野一消失直接往回跑 直接形成一个拉扯 脑子里得有这种思路 智商学生 咋看似我们的 就是拿小兵在借位,其实我们在刮掉小兵卡式 无处可承 W上去啊 A上,Q上,W挂伤 对呀 卧槽,没有重伤,差点被拿起来了 出关上位,先拉开,回头一个W挺硕 这里有个甲爪,不要惨 等他闪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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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闪现操不操作 看宝贾怎么想 我要跟他拼反 看到没有 炒饭大师 轻松 马下 恭喜这位新观众 恭喜恭喜 也是在我们的谭笑风声间轻松 教学了这一把啊 我超你中个奖,还上个大师啊 哥 祝了